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李小璐演技直线下降 再加上整容整容 整得非要和网红脸一样 之前的清纯全都没了 于是在吐槽大会上 还有拆台 嘉宾吐槽 但是李小璐都一个个漂亮地回击了众人 什么大胆承认整容 女生爱美是天性 还有怼说自己演技低的网友事件 李小璐说明当时没有忍住的原因 竟然是打游戏给输了 整对大家伙说的靠天心洗白 李小璐更是直言 我有什么好洗白的 敢于自黑 这一段段说的被网友们大在真性情 另外还有曹云晶 曹云晶最大的槽点 就是和郭德纲的师徒撕叉大战 所以到了节目里 等大家吐槽之后 曹云晶先是向攻击和抹黑他的人 接连三个鞠躬之险 然后直言自己的电心李克兰 一眼不合就将证据晒东西 看似是自嘲 其实是疑似 对于郭德纲撕叉时发票们的回应 之后曹云晶还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承诺都不如发票靠得住 天呀 好有道理的样子 还有一位成功洗白的就是大张伟 之前大张伟一直深陷 抄袭攻击中 这回上了吐槽大会 也是被好友嘉宾喷了个拳 但是人大张伟没回避啊 甚至等到自己吐槽的时候 比之前的吐得都狠 这满点的自黑技能 黑着黑着就把自己给黑白了 不只是这些槽点满满的被洗白 还有眼镜在手就被广告染黑的 皇帝专业户唐国强老师 半夜这个苹果都被说胖了 受不回来的李湘 当然还有表情包的抗霸子周杰 一样自黑耿直的套路 就这样被吐槽洗白了 要说之前这些上吐槽大会的 还都是槽点被爆的很明显的 其实还有那么一大批小鲜肉们 才应该真的来吐槽大会 让大家吐那个槽 不管是从替神泛滥 还是念台词直接张口来12345 现在的鲜肉演员们 很容易就被戴上不敬业的帽子 不过也难怪 就在铺九千 著名影视剧编剧宋方钦发表了 卧底横电的一线实录 表示现在98%小鲜肉不敬业 曝光内容涉及到 滥用替身 天价片丑等现象 还有现在电视剧制作的 粗制烂造 买收视力等等现象 一下子把小鲜肉群体不敬业的话题 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而在今年两会上 老干部陈道明最后一次的提案 就是对收视率数据票房进行打假 胆胆大妈更是直言 两个小鲜肉一起拍戏 早到的在停车场等着 非要别人先进去 好像后进去的人 显得瓦尔比较大 当我们在后台后场的时候 真切地看到了 小鲜肉们保镖的阵势 他们的队伍比普京 特朗普的阵容还大 现在娱乐圈争议最大的 就是小鲜肉了 吐槽大会 如果要请主咖 倒是可以请到这些小鲜肉 来让大家好好吐一吐 比如替身泛滥的李一峰 颜值在线 但眼睛能让人犯尴尬 挨得无意反 作为自身洗白节目 小鲜肉们敢不敢顶着黑点 来试一试 看能不能洗白 想必请到他们之后 节目一定火爆 那么小鲜肉请来了 老干部队 也收拾收拾准备吐槽吧 让他们来教教鲜肉们 怎么做人 老干部队领头人 一定是咱们明叔 陈道明之前不止一次痛批 现在的年轻演员 有多不敬业 有多没有职业道德 在一次访问中 明叔直接开门见山地指出 问题并不在于 他们拿了多少钱 而是 是不是干了这么多的事 是不是你对得起观众 还继续讽刺 如今的电视圈 电影圈都充斥 这一个不好的怪癖 哪个明星的粉丝多 人气高 不管他的演技怎么样 水平怎么样 重金拉过来 就可以拍戏了 都说现在是粉丝经济 没人气不行 但是依靠这样的 所谓明星 拍出来的影视剧 质量能有多高呢 瞅瞅 这就是老艺术家的风范 这一段话 直接戳了多少 没真实力的鲜肉 之前发文曝光 98%年轻演员 不经验的编剧送房金 还曾在文章中提到 之前在拍戏的时候 松楠楠还曾找过编剧 说改剧本 两人当时吵得那脚一个凶 但是吵着吵着 剧本就越来越顺了 但是看看现在 宋方金直言 现在谁还看剧本呢 也难怪松楠楠在两会上 直接拿这批年轻演员说上 现在很多青年演员 一夜成名 要不因为长得帅 要不会演一点戏 但也不成熟 一下子就七千万粉丝 挣很多钱 缺乏老师引导 如何做人 想想这批艺术家前辈们 也还真是对演戏和剧本 认真的不行 比如曾经参加爸爸去拿的李永健 就算是排练一个简单的小短剧 也是严谨之类 对自己儿子也是要求的严格 不知道对于老干部们的质疑与讽刺 小鲜肉们该如何接招呢 那么接下来 一期老干部们吐槽小鲜肉的吐槽大会 正式开始 首先是老干部代表队 陈道明 宋淡淡 接下来进场的是鲜肉代表队 李一峰 吴亦凡 杨阳 现在请开始双方的吐槽 陈道明 现在的这几个小鲜肉 一席爆红 天价报仇 手破就被当成敬业 什么摔伤了 什么冬天在水里头 夏天穿着大皮奥 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演员的功劳 一点职业道的都没有 杨阳 其实我特别喜欢去拍打戏 我要敢去挑战 受伤不重要 但是你要去敢 你要敢做 就比如 我有一个要空翻的动作 武术指导 也在旁边说 说杨阳 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让亲身来做 我觉得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还是挺想去挑战一下的 每一个演员都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所以打的方面都是很真实的 不是光靠特效就可以了 宋丹丹 现在很多青年演员一夜成名 要不因为长得帅 要不会演一点戏 但也不成熟 缺乏老师引导如何做人 之前在谈到成龙大哥 打到奥斯卡时 我很激动 因为我不仅看见了他的作品 更看到了他的做人 可没有人告诉那些一夜成名的孩子 什么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分分钟 就可能被后来的小兼肉们淘汰了 李一峰 我们都是非常努力 愿意去学习的一个好青年 新旧交替 就像是黑白交替一样 随时都发生着 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着 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 但是老的有他们的价值 有他们带给我们很多的经验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老的 那新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不一样感受的 能够承接之前的 但是有自己的东西去表现出来 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个性在里边 这样才会被别人给记得住 我们可能会有不足 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精力 但是他们愿意去鼓励你 去教你 去帮你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不经骂的人 在拍戏的时候被他们骂了 你就会更找不到方向了 你的自信就会越来越多的流失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陈道明 你本子不好 我是不会上的 你给我再多钱 我也不上 但是如果本子非常好 我会告诉你 不要给我那么多钱 所以钱对于我来说 是衡量我做事情的第二标准 我演话剧 可以不要一分钱分文不取 就想重温一下过去 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 而是是不是干了这么多的事 是不是你对得起观众 无一般 我觉得演戏这个东西是需要经验累积 包括需要时间去沉淀 慢慢的来的 就是要当一个好的演员 不是随便说一两天的事情 就可以完成 绝对不是 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累积 所以我自己觉得 把分数打低一点 可以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去进步 好了 今天的非正式吐槽节目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